有人這樣子玩 小鑫就變成女生了 哈囉大家好我是千宇 今天我們要來猜蠟筆小鑫的日常系列2的盲盒 我記得上一次猜日常系列1的時候 大家的反應還蠻好的 因為他就是做了蠻多突破 多了很多小配件還有很多不同的表情 然後這次的日常系列2我也覺得非常的可愛 尤其是這個封面的泡溫泉的小鑫 我特別特別的喜歡 太可愛了就非常想要得到他 這次一樣是一套有6款加一個隱藏 我就覺得還不錯 所以我們今天就趕快來猜猜看 看看日常系列2怎麼樣吧 他這次外面的盒子除了封面的款式之外呢 他還有畫在這邊 就是有非常多款 氛圍走的是比較偏戶外運動的 每次都覺得他這個盒子做的真的很可愛 我們又把它變成像店裡面賣一樣的感覺 超級可愛 而且呢我覺得他這次的盒子 好像又變得更大了 這是他的盒子 然後旁邊就是有款式圖 那我們就先從第一個開始拆囉 我這一整套最喜歡的就是泡溫泉 不知道第幾個才可以拆到泡溫泉 第一個 有一個很明顯的碰撞聲 然後是偏輕的 來看看是誰 好大的袋子各位有看到嗎 52toys最近好像都 有一個越粗越大包的趨勢 登登 欸 這個是 我抽到六小白 恩 這一次的這個塗裝 不是很好欸 這個是六小白 他的卡片 他的小白是這樣子獨立包裝 這個是我們的六小白 然後呢大家可以看到他的這個塗裝 就是有一點點的瑕疵 就是不太確定說能不能用去光水或者是酒精把它擦掉 等一下再試試看 那臉的話是沒什麼問題 這個就是小白 小白基本上看起來是沒什麼問題的 然後他的耳朵看起來是這樣子有一點點就在跑步 所以耳朵往後飛的這種感覺 就還蠻可愛的 直接這樣兜上去 可是他有一點點卡的不是很緊 所以就是你看很輕就可以把它拉開 有一點點失望 對 覺得好像沒有上一次那麼好的感覺 不過也有可能是我運氣比較差抽到了 就是瑕疵比較多的 第二個我們閃的抽好了 噔 噢這個很滿 然後 他很滿可是他沒有很重 然後呢 他是完全搖不出聲音的 上下左右前後都沒有 這次的重量感覺也沒有上一次重欸 就目前拿的兩個都 不是很重 噢 雪橇 欸等一下這個 這個 是怎樣 為什麼這裡又有瑕疵 我真的傻眼 然後他還有一個小配件 等一下我覺得我現在要立刻嘗試一下 能不能把他的瑕疵弄掉 你們看到這裡 嘴巴那邊有一點很明顯的藍色 到底是怎麼了 我覺得這樣子的話這次呢 整個品質變得不太好 大部分都可以用去光水弄掉 只是大家要小心就是不要用太大力 因為他底下的這個也是塗裝的 所以如果你太大力的話 會把下面的顏色也一起都塗掉 所以這樣是學滑學的卡片 個人還蠻喜歡這個雪滑學的 他整個毛帽跟圍巾的那個質感做得很好 後面的這個很像衝刺特效的 這個東西 他用這種半透明的方式做 我覺得也蠻好看的 這個毛帽的質感 跟圍巾的質感其實是非常好的 然後面這個半透明的效果 我覺得也很不錯 紅色的運動衣 然後拿著他的這個 兩根這是滑雪的雪橇感嗎 我也不知道這是什麼 就是整個的造型我是覺得還蠻好的 很特別 動態感跟細節 我覺得比剛剛的這個六小白的好很多 那我們就換第三個 拜託真的不要再有塗裝瑕疵了 看了真的是很不開心 再來一個三號位好了 這個也是超滿 上下左右前後全部都咬不動 但是我也覺得他沒有很重 感覺裡面有一個塑膠殼 誰會有塑膠殼啊 腳踏車嗎 喔 真的是腳踏車 有一個塑膠殼保護 腳踏車這個的有用這個另外的包裝 所以塗裝看起來非常的完美 我覺得他應該每個都要這樣子 比較不會說染色 像這個就超級漂亮 就是腳踏車的卡片 腳踏車輪子是可以轉的 他是可以這樣子跑的耶 好讚喔 他的這個冰淇淋有點拿不太住的感覺 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不過我很好奇他拿著冰淇淋 這樣什麼騎腳踏車啊 不會很危險嗎 這個是騎腳踏車 然後大家可以看到他的這個輪子 都是可以轉動的 然後手上拿著一個這個冰淇淋 然後姿勢就是在騎腳踏車這樣 我覺得這個姿勢還不錯 看圖片的時候覺得看起來還好 但食物很棒耶 尤其是他的腳踏車是可以動的 我就覺得很加分 我們換第四盒 第四盒 我們來四號好了 喔這個就比較重了 這個就比較重 然後 其實也是搖不太多 喔上下可以搖嗎 上下可以 欸 好像是我喜歡的那一個 是嗎 好可愛 超可愛 超可愛 OMG 我覺得這個真的太讚了 這個泡溫泉了 100分 還好這個泡溫泉都不是隱藏 不然我就抽不到它 我覺得很難過 天啊 這個真的太可愛 這真的超可愛 這超可愛 而且它完全不用組裝 它就是一體成型 這個好可愛喔 我好喜歡這個 這個是泡溫泉的卡片 各位 這個泡溫泉真的超可愛 首先呢它頭上有一個 紅色點點的毛巾 然後你們看它的臉 是有這個小腮紅的 是一個非常享受的表情 然後兩隻手手是這樣飛起來 重點是它下面這個 石頭啊 做得很像很逼真 然後還有這個透明的這個溫泉水 整個超級有FU 再來呢我們的重點 就是它後面它有一個可愛的屁屁 真太可愛了 而且這個是拿起來是最重的一個 然後呢我有看到有人這樣子玩 燈燈燈 小心就變成女生了 沒有沒有沒有 我正經一些正經一些 總之呢這個就是太可愛了 這個真的可以抽 我超喜歡這個 推薦大家去抽這個 超可愛 這個溫泉 比我想的更大一點 所以它拿在手上就有一個很滿足的感覺 我們還剩下運動小心跟雪橋車 這個很重 然後有頂盒 爛盒會不會出奇蹟呢 應該是不是會 對 是 運動小心 運動小心的卡片 它的亮點就是在它的這個 滑雪板是肥嘟嘟座位 滿圖案的 裝上底座的時候還滿好看的 因為這一個本身的造型 就比較特別一點 我是覺得它的衣服跟表情 感覺可以再有變化一點 不然感覺穿的都差不多 因為帽子是一看就知道是一樣的 然後衣服我覺得也是大同小異 感覺可以再多一些不一樣的 然後滑板很特別就是 它有這個 不哩不哩肥嘟座位 然後另外一面也有 我就覺得還不錯 整個的造型還滿特別的 我心中的第一名已經被泡溫泉小心奪走了 所以他們其他人都只能搶第二名 最後一個應該不會是奇蹟了 這個應該就是我們的雪橇車啦 有沒有隱藏了 最後一個 這個 這個 哇 超大 這個是雪橇車的卡片 我覺得這個雪橇車可愛 我覺得這個雪橇車是第二名 它的這個帽子有一個小毛球 超可愛的 然後大家可以看到它後面的這個 噴雪的這個特效 很好看 非常大 這個比圖片上面好看很多 因為它圖片上面照片這樣拍嘛 但我覺得這個要看側面 才好看 這個是雪橇車 這隻真的很可愛 而且呢 它就像我剛剛說的 它的帽子是 有特別做了一個不一樣的款式 然後衣服跟鞋子的配色也都不一樣 然後帶了一個這個 黃色的小圍巾 非常可愛 然後是一個綠色的雪橇 那後面的這個 雪的部分 做的還蠻精緻的 而且非常大 整體的那種特效的感覺 我覺得是非常好的 好 好啦那我們全部都開完了 大家覺得這套怎麼樣呢 我個人是覺得它這次應該是想要走冬天的路線 有好幾個都是跟雪有關的嘛 像是這個雪橇 然後這個感覺也是滑雪版 然後這個是雪橇車 那泡溫泉也是我們冬天會做的事情 腳踏車跟這個遛小白 看起來有一點突兀 跟另外四個的主題有一點不一樣的感覺 是不是可以換另外一個 就是可能跟小白一起堆雪人啊 或者是之類的 下一次可以把品質再做得更好一點 還是不影響我對這個溫泉的喜歡啦 我覺得這個溫泉應該是 上一套跟這一套加起來裡面 我全部最喜歡的就是這個溫泉 它真的太可愛了 我真的太喜歡這個溫泉 好啦那以上呢 就是我今天猜蠟筆小新日常系列2的影片喔 那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幫我點個喜歡 最後別忘了訂閱我喔 那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 超級可愛的